李永平追思纪念会纪文学展 纪念会开始前 全场为李永平默爱一分钟 图作为文化部长郑立军 记者陈一宽舍 记者杨敏以台北报道 国家文艺奖得主李永平 9月22日病逝 追思纪念会纪文学展 今日于台大文学院举办 文化部长郑立军出颁赠总统府包养令 也全程参与追思会 与李永平好友学生 共同怀念这位文字炼金师 追思会安排中研院院士王德威 主讲李永平的文学世界 李永成 胡金伦 胡耀腾 高天恩 张景忠 何志和等多位好友分享对李永平的记忆 并朗读李永平著作《鱼血飞飞》 朱灵书片段 让作家的热情与幽默 透过文字再次活跃 李永平追思纪念会纪文学展 作为李永平生平或讲讲座与论文 记者陈一宽舍 淡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宗汉说 文坛接连逝去李永平 郑清文两位或国家文艺奖肯定的作家 令人感伤 部长今天也在这里 台湾还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作家 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 也都是国宝 希望文化部更重视台湾作家 他强调李永平入籍台湾三十年 仍常被称为马华作家 所以前年他得到国家文艺奖时特别开心 觉得被当成自己人 事实上李永平是台湾作家 这点无庸置疑 而对李永平的各种肯定 也证明台湾文学的含荣与丰富 李永平1947年神于英属婆罗周沙劳月邦古近世 20岁富籍台湾就读台大外文系 1976年出版在台湾的第一本小说 拉子富 40岁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入籍台湾 李永平追思纪念会 即文学展文化部长郑立军佐代表总统颁赠召阳令给李永平包帝李永辉 又记者陈一宽社 李永平得位亲属今日来台出席追思会 感念李永平50年来在第二故乡台湾感受的温暖和情意 以及今年5月他诊断出大肠癌 幕后文坛有人对他的无私照应 家属宣布将李永平著作版税捐赠文讯杂志社 大和镜头朱灵书手稿制赠台湾文 学馆大和镜头藤超稿赠国家图书馆 新侠女图手稿朱灵书藤超稿赠文讯杂志 部分奖状奖杯赠于马华文学馆展示